台湾的近视率是相当的高 然后比起任何的其他的亚洲也好 那我们现在讲如果说以我们台湾跟大陆在评比的话 其实我们的近视率会比他们高 因为我们的家长比较没有那么担心 中国大陆的家长是非常担心他们会近视什么的 那以在学校来讲的话他们都还有一个 例如说他会有一个什么近视率 然后家长那个学校也会有压力 然后老师也有压力 那家长也会有压力 那因为他们那边都是单子化 所以呢他们家长对于小孩子这部分的话 就是特别特别注意 因为在过去我们其实 在小时候大概两岁三岁我们很少看到有近视的小孩 一般大概就学零钱可能最早六岁七岁吧 七岁近视我们都觉得糟糕了 因为七岁近视的小孩子的话 大概到大学的时候可能都快要上八九百 甚至于过了一千 那现在呢我们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是完全是两码石 就是现在你要看小时候来的 例如说两岁三岁好一些四岁的小孩来的时候呢 其实都已经近视而且很深 就是他们可能已经两百三百 以前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他这些人目前是一个趋势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在七岁左右入学之前呢 还有保留大概有一百度的院士 因为他一旦开始念书了以后 那他因为看近的距离 看近的机会比较多的时候 而且距离就没有抓得很好的时候 他度数会增加的很快 因为国外的研究也有显示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七岁这个时候呢 有一定年远事的话 那你到三年级一定就是近视 过去我们的浩花康年龄 大概就是一年级开始吧 因为那时候开始要写作业了 那小朋友可能姿势上面还没有抓得很好 所以会趴 他会趴 然后会就是说会 可能就是一边歪下去 反正总之就是姿势不良 那血控的时间拖得很久 那他度数就可能会增加的很快 所以其实台湾的孩子 从一年级开始 一直到大学之前 大概都是度数一路一直增 大概一年一百度这样子冲 那但是现在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现在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我们现在会点药啊 然后会用角默塑形片啊 等等的有其他的技术 可以来抑制 所以现在比较看不到 就是说一年一百的这种冲发 除非你就是完全都不做治疗 吃东西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小孩子在长身体 对不对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素膜 他里头需要很多的色素 因为我们的眼球 其实就是要辨别很多的色素啊 什么的 所以其实这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 家长能够给病 给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多吃一些不同颜色的素材 那什么东西最适合吃 当然就是有细胞 细胞不错的 当然还有颜色不错的 那当然就是素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